还有美好的足球比赛 在陪伴着大家 我是王涛 和我搭档为大家解释 今天比赛的 依然是我的老朋友苏东 今天为了大家奉上的是一场 小组赛的争夺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 和加拿大女足 这两支球队 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了 近在咫尺拉 一脚挑射 漂亮的解围 眼看球啊 就要钻进网窝了 就在这一瞬间 皮球就要越过球门线的时候 被堵截 化险为夷了 这事业很好 传得不错 这个球啊 确实要表扬防守队员的表现啊 这个犯规 这样的放产 太容易吃牌了 来吧给出黄牌啊 警告接下来的比赛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没错没错 可是多数时候 队员们还会犯同样的错 希望今天能避免这个情况 哎 前场压力给的很足啊 反抢成功 这里是丁辛克莱尔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弄翘成拙了不是 这球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发力啊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这球要是进了就太漂亮了啊 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起脚 运气还是差了点啊 稍稍偏出了球门 加拿大女足没能控制住球 吴海燕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领先的机会出现了 我都以为这球进了啊 结果偏出了门注 哎 投球本来就不好控制 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啊 摇尾 黄珊珊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还有机会 球被衡量弹回场上了 创造出了机会 但是防线没有犯错 双方都在努力尝试着 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平衡局面 但暂时都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那么刚才这个球应该是最接近的了 但可惜门框军站了出来 这也说明他们的进攻质量 这也说明他们的进攻质量是真的不错啊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摇尼败机 攻到了前场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 这门将啊 简直就是一堵墙 这个传球 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这是一个绝妙的扑球 两队之间局势的平衡 因此没有被打破 但想要赢得比赛的话 攻击线还需要再加把劲 还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把球拿到 索菲施米特 阿德莱安娜 莱昂 他们还在拿球啊 已经突进到对方腹地了 直接打门了 谁能想到他会在那个位置起脚呢 直接来了个敲山震虎 我们看这名球员是弓起了背 这是弯弓射雕啊 使出了浑身的翘劲 厚 这个实际波 可以说是犹如手术刀般精准 这是一粒史诗般的远射进球 太精彩了 这个进球足以被载入史册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到前场了 有没有机会呢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成功摆脱了防守 还好 给我帮他亡羊补牢了 这次抢断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策判认为 现在是进攻有力 王珊珊 他们现在就是决定要摆铁桶阵啊 看对手怎么攻进来 相当精彩的远射 不过被门将终结了 阿丽莎查普曼 展尼贝吉 传给了辛克莱尔 他在边路找到了空间 这个犯规送给了对方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而且这个犯规队员搞不好还会吃牌 台判觉得有必要出这黄牌 这种犯规啊 不给牌有点说不过去 这样 展给了后点包抄的队友 但是门将这球拿得很轻松啊 双妹子往上拿球 秦桑把球拿到手中 没有什么威胁的传终啊 五十一分钟 哎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皮球稍稍拼出球门 这守门员吓了一身尿啊 看得出来他们急切地想尽快地搬平比分 啊 毕竟他们的目标不是平 而是拿下这场比赛 是的 当着主裁一声哨响 比赛的第一个半场正式结束 加拿大女足上场比赛表现不错 成功取得了领线 现在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对手犯规了 特曼给了认一球 他呀 几乎是贴着衡量飞出去的 阿德里安娜来啊 克里斯丁 辛克莱尔 少没有讲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这脚射门啊 质量太差了 不是有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的事儿 而是偏得太远了 我想队友对他的这个球的处理方式 也一定感到不满意 你看门前队友的站位要更好一些啊 对啊 王珊珊 传给了劳伦斯 阿什利劳伦斯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王珊珊 直接打门 进攻被门将毫无意外地化解了 从数据统计上看 他们掌控了比赛 然而现实是他们仍是落后的一方 这球过得太轻松了 防守队员完全蒙了 但是他将攻不过 把球抢了下来 交给了斯科特 起脚拉 漂亮的扑球 拿到一个界外球的机会 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摇尾 王珊珊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这球该有了吧 球被断了 他们的努力在最后一道防线前被打断了 阿里莎查普曼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把握反击的时机 这角射门被防守方封堵了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打了个战术脚球 卡蒂莎不肯难 球交给了辛克莱 明显的机会 门将注意力很集中了 这一球也能进 他从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把球打进了 这样的防守质量 教练肯定不会高兴的 他们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解除警报 甚至一直让危机留在了自家禁区 直到对方破门得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护权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5分钟 对手没拿住球 阿什利劳伦斯 不肯难拿球 他们一点也不着急 耐心的组织进攻 给一脚之贼 队友积极配合 啊 越位了 太可惜了 这球要说越位啊 可以说是几乎看不出来啊 哎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王双 能改写比分吗 这球其实没偏出去多少啊 看得出来他脚法很好啊 传给了王珊珊 缩小分叉的好机会 哎呀 多好的机会啊 如果他们还想在本场比赛中有所作为的话 这样的机会就应该把握住才对啊 是啊 还是不要在这种地方丢球比较好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应该能找到队友 失误了 球被防止队员得到了 距离常规时间结束只有15分钟了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哎 又一个呀 他们今天绞锋很顺啊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这是完美的关云墙式的单机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分叉被拉到到了三球 比分3比0 王珊珊 过得漂亮啊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这都能扑到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这都能扑到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这是施密特 这球还没有接触 这个机会本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防守队员抢先将球破坏掉了 索菲施密特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慢慢组织 别着急 就是他们的了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啊 选择从边路内切 他们控球控得很稳 直到他们丢了球权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林斯拿球 事业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现在G7示意这球越位了 这几乎啊 是一次完美的进攻战术啊 可惜就可惜再跑走了一点 嗯 球又被他们拿走了 身边的队友啊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打射了一脚远射 添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 其实无可厚费 对的 尼切尔普林斯 赚给了劳伦斯 比赛结束 现场的球迷啊 只能接受 他们心爱的主队 今天输球的结果 就让他来说